彭斯、特朗普总统将与习近平讨论对朝制裁,美国副总统彭斯11月15日周四透露特朗普总统很可能将在这个月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提起有关对朝鲜执行制裁的事宜,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正在新加坡参加东南亚国家联盟峰会的彭斯表示,特朗普总统非常感谢中国在当前朝鲜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并说总统将在和习近平会面时讨论中国能在执行制裁方面扮演的独特角色。 彭斯的这番话是回应最近一份有关中国可能软化对朝制裁的报告的,这份来自美国国会的美国中国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年度报告,指出中国似乎已进步怎么执行对朝制裁该委员会,还希望美国财政部能将与朝鲜有商业往来的中国企业,团体和个人列为美国对朝制裁的目标。 此外彭斯还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了会面,试图淡化此前有关韩国将不遵从美国强硬对朝态度的说法,韩国前段时间与朝鲜举行了多次会谈。 彭斯在会后说,文在寅向他保证韩国会在朝鲜问题上继续紧密地与美国合作,并执行联合国所有的对朝制裁政策。 与方案朝鲜曾多次违反与美国谈判后作出的保证。 彭斯对文在寅说,美国想要避免过去的错误。